天下地 居然单独出场 果然有排面啊 天下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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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他还是藏了好几手 毕竟是千里啊 哇 啊 是一场出乎意料的精彩表演 不论是武术的展示 还是游戏技术的呈现 老板 这段演出的效果真是出乎意料 目前绝下的讨论度报表 已经有好几个相关热搜了 小飞的功夫又长进了不少啊 我们的要求 他完成的超乎预期 真是可笑 宣传点不是游戏本身 而是一个玩家 也好 我要让你在万众瞩目下失败 让你彻彻底底从我的游戏消失 平行世界云端城 拥兵对抗赛总决赛即将开始 不得不说的是啊 总决赛名单出乎所有人意料 因为进入总决赛 这个表演一定会出圈 千里高台上那招 是不是这样的 别学了 小心闪了腰 千里 刚才的表演太精彩了 今天才发现你小子跟我一样帅啊 很厉害 千里 今天可不会让你一个人出风头 一会儿直播画面切过来 我把这个姿势怎么样 是不是善一些人魂 你呢不行 看我的 你们 我猜最是 三无声 你放开我 你这是鸡哥 公子 我可是直播 你不要面子的吗 你们还知道这是比赛 要面子 先得赢 银月佣兵团只出动了八个人 这个人数 我们不能用大风筝战术了 总感觉是故意针对啊 都怪公子之前那么高调 人家都把我们研究透了 不 公子是故意的 大风筝战术现在非常热门 胜率也不低 我们又是这个战术的研发者 银月顾虑这点 必然会选择缩减队伍人数 也就是说 从挑选团队成员开始 他们就已经被公子带进被动局面了 所以公子之前那么张扬 都是算好的 买热搜多贵啊 不如 让大佣兵团的人 气得当场发铁骂了 免费给我打工 不愧是 公子 通道关系 英兵对抗赛总决赛正式开始 运气不错 又是出现的地图啊 没有大兵团的人数碾压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接下来